大家好,欢迎收看红狗狗亲自游戏 这是列车射魂 这是列车射魂变形后的形态 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拆封过 大家可以去看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 托马斯小火车的拼图玩具 小朋友们喜欢玩拼图吗 拼图可以帮助小朋友提高动手和动脑的能力 那小朋友越来越聪明哦 看看这款托马斯的拼图 上面有三辆小火车 中间的一辆是红色的小火车 它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 旁边还有一辆紫色的小火车 大家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吗 下来我们下风吧 下来我们下风吧 下水已经涂了 我们来先把拼图取下来全部打乱 这是木质的拼图 拼图游戏开始了 看看这是哪里呢 天空 又拼对了一片哦 这一片也找对了 原来这一片拼错了 还是放在这边的位置 这个角的位置 我下来拼其他的好了 是紫色的小火车 连中间的一位图马斯的脸 正在拼他的脸 快拼出来了 这一张也拼错了 这一张对了 这是天空 这一片在这里 这个小火车的烟筒 好 这一块在这里 在一个角这里 这一块是这里的 这一块对吗 是的 对了 好 马上就拼图成功了 还剩下最后一块 哇 终于完成了 请大家看一看哦 这张拼图就完成了 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来收看 我们的频道来收看更多的视频 记得订阅哦 谢谢大家 拜拜哦 怎么样 eco 小便 吃 コ 好 再 早 休 晚 早